肉疼,为方六岁熊孩子清空爸爸七万购物车,货物堆满客厅,这娃谁要带走,偷偷用我手机清空了购物车,收到无数个到货提醒才知道,刚从代收点回来,现在客厅都没地方站了我就想问问都能退掉吗? 这是魏先生发在自己微信中的一条朋友圈,据魏先生介绍,当天晚上回来后孩子拿手机去玩,大人在看电视,也没注意他玩什么, 谁知从第二天第三天开始,手机就不停地收到到货提醒,那个时候才发现孩子把购物车都清空了,了解情况后,魏先生紧急求助客服,得到回应都能全部免费退货,于是他免费退掉绝大部分商品,只留下两件当作七夕礼物送给老婆,而对于熊孩子的处置,魏先生表示并不会打孩子,不过已经让他罚钞作业三百遍了。